瘋觉耶稣圣明讲话 首先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聚集在这边来敬拜神 来去读祂话语 今天我的主题就是圣灵的工作 那我们也知道圣灵就是神本身也就是基督 那就是在创世之前已经是谈到这个圣灵的工作了 我们也知道在创世记记载神的灵是运行在水面上的 那就是说明神的灵是在运作的工作的 那就像耶稣说父在工作直到今日 他也是在工作直到今日 那就是因为圣灵的全能这个世界才存在 那就是看为历史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带领这一切的圣徒 那圣经也记载说圣灵带领摩西出埃及 我们是可以从以赛亚书可以看到的 那最大的工作就是让耶稣从死里复活 那就是因为耶稣死里复活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祂的救恩 那今天我的这个讲题是要从这个约翰福音书可以看到 那这一本约翰福音呢经常的讲到这个圣灵的工作 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一个约翰福音的一些章节 我们首先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约翰福音第七章 我们看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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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十七节 接启的末日就是罪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可乐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 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那这边耶稣就说到圣灵的来临 那些口渴的人可以到耶稣那里来喝 那耶稣所说的话就是说只有圣灵才可以解一个人的渴 那这个不是肉体上的渴 而是在心里的一种空虚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神所创造出来的 那身为神的儿女呢 我们的这一个满足是从神而来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受福气 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座都得到圣灵 那因为我们已经来到祂的面前 那不单止我们可以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也可以祈求圣灵 因此我们就是可以来喝这个圣灵的水 那虽然我们是有圣灵的 可是有时候在我们心里还是会很渴 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已经不是那么的坚固了 那因为我们的心在追求世界上的物 那慢慢的我们这个口渴的心呢 就会产生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神 那些已经领受了圣灵的人 那我们要保持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 那这样子就可以喝这个圣灵 那38节这么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 从他腹中要流出火水的江河来 那39节就说到那些相信的人才会受到圣灵 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那些人一定要祈求圣灵 那当得到圣灵之后 那在里面住的圣灵就像是活水的江河一样 那就不会再口渴了 那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那这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要去相信神 那当我们说到要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那今天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也是在真耶稣教会里面的 那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 那我们相信耶稣不单只是承认祂是我们的救主而已 那这个包括我们要去遵行祂的话语 那今天如果说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 我们要去跟从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 那这样子我们的心就会像这边描述的流出活水的江河一样 那里面的水是非常充满的 那不单止我们不会再感受到口渴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好处带给别人 39节 耶稣这话是指着那些相信祂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这边39节就说到那些相信的人会受到圣灵 那些相信耶稣的人会得到圣灵 那问题是这个圣灵是怎么得到的呢 那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了 因为那些门徒要等在耶路撒冷来领受圣灵 那在五旬节那天圣灵就降临 那圣经就说他们充满圣灵说起方言来 圣灵让他们刺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当一个人受到圣灵的时候他就会说起灵源 这一个是圣耶稣教会很传统的信仰 那真的我们很感谢神不管我们去到哪里 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圣灵 那就是要来证实我们所穿的福音是正确的 那这边就说那些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我们再看圣经的另一边 我们再看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我们来看十五到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 16节 17节 16节 际文章 在百慰 十五节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Gothic 我们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那这边很突出的一点就是神会为我们祷告,父就会赐圣灵给我们。 我们经常用这一段来去勉励信徒还有牧道者来去求圣灵,那可是要神来给我们圣灵,还有附带的条件,那如果你要耶稣代求的话, 那这边就说到我们必要遵守他的命令,那就是例载在15节的,那16节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那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那我们就处在一个环境是耶稣可以为我们代求。 那这样子圣灵,那这样子圣灵就会赐给那些相信祂的人。 那希伯来书的第七章, 那耶稣复活后,耶稣复活后就为我们代求直到今日。 那我们现在可以保守在主里,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代求。 那我们的祷告是无效的,如果耶稣没有代求的话。 那如果我们要耶稣的代求持续,那对我们有一个影响力。 那这样子我们就要遵守祂的命令。 那因为我们遵守祂的命令,祂就会为我们代求。 那我们就会得到力量。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做父的旨意。 那这个就是圣灵的真理。 哦,真理的圣灵。 十七节。 那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那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世上的人没有办法接受。 那圣灵会住在我们的心里。 那今天大部分的我们都已经领受了圣灵。 那就是来证实,这边所说的应许是真的。 那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是有信心的。 那今天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信心来相信神的话。 那因为现在非常多的这些, 这一个知识或者是想法,让我们, 就是很多知识想法。 影响我们离开神。 所以我们要住在这个真理的圣灵里面。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主里更加的坚固。 。 我们来看二十节。 二十节。 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你会看到这个圣灵里面。 你会看到这个圣灵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我们看二十节的下半段。 那你们在我里面,就是信徒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那我也在你们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 我们经常说,洗了礼之后,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那就是因为我们是洗礼,归入了基督。 那耶稣在我们里面,就是说我们得到圣灵。 那在这个约翰福音书经常出现的一句话。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 我们来看第三章。 二十四节。 三章的二十四节。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那有些人说,遵守神的命令就知道神是在他里面。 那就是,意思说圣灵在他们的里面。 那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二十四节。 那经常说到圣灵跟一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是,我知道,我们知道,这一个字眼经常出现。 那就是第二段所说的,我们所已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祂赐给我们的圣灵。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神是在我们的里面呢? 那就是祂赐给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知道不单只是一个知识,也是一种经验。 那就像使徒也说,圣灵是给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因为他们可以自己看到。 那所以这边就说到,我们所已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祂赐给我们的圣灵。 我们也可以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1 John chapter 4 约翰一书四章 12-13 12-13 1 John chapter 4 12-13 约翰一书四章12-13 No one has seen God at any time. If we love one another, God abides in us, and His love has been perfected in us. By this we know that we abide in Him, and He in us, because He has given us all of His Spirit. 12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祂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祂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祂里面,祂也住在我们里面。 And again, some claim that as long as we love one another, then we have the Holy Spirit. 那有些人就说,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有神的灵同在。 But actually verse 13, yeah, qualify that. 那其实是在13节才可以啊。 Now here it says, we know that we abide in Him, and He in us, because He has given us the Holy Spirit. 那这边13节就说到,神将祂的圣灵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祂里面,祂也住在我们里面。 那这边是,约翰是对一些信主的人说的话。 那在使徒的时代,很多的人都已经得到圣灵了。 那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已经得到圣灵了。 那第8章也记载整一座城呢,那些人都已经得到圣灵。 那使徒新传的第10章,那些听到神的话语的人都得到圣灵。 那些得到圣灵的人是很自然地要来去遵守神的命令,也去彼此相爱的。 我们看回来约翰福音,我们看回来14章。 23节,14章的23节。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那这边就说到,父还有耶稣会去到那个遵守神的道的人,去到他那里住。 那当然,父和耶稣在灵里是一。 那就是说,圣灵会来。 那圣灵会与那个爱神的人,遵守神的命令的人同住。 那今天,我们已经得到圣灵了。 如果我们没有来遵守神的道,那我们故意去犯罪。 那我们会发现,神的灵不会再帮助我们了。 那神的灵也可能不会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如果要圣灵有效地住在我们的里面的话, 需要我们来去爱神,也遵守祂的命令。 我们来看26节。 但保慧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那这边就说到,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来指教。 那这边就说到,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那要圣灵来指教我们的话。 那我们要去顺服圣灵。 我们要去爱神。 那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好像没有被圣灵教导的那样。 那或许有些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背逆了神。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我们所想的没有去顺服神。 那圣灵不会抢求,勉强我们去顺服祂。 那如果我们要圣灵来指教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要来顺服圣灵。 那这边也说到,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那这是圣灵的工作的其中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可能会犯错。 那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圣灵没有帮我们再做这个决定。 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圣灵所教导我们的。 那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没有来顺服圣灵。 那就像彼得。 那他记得神的话语。 我们来看《使徒新传》的十一章。 《使徒新传》的十一章。 那这一边就说到彼得从哥尼流的家回来之后就在耶路撒冷。 那有些人就来责问他一些事情。 那圣经就记载说那些奉哥里的门徒和他争辩。 来看十六节。 十六节。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那彼得这边他是冷静地去面对这些与他争辩的人。 因为他记得耶稣所教导过他的话。 那很清楚的,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那就是为了要来解决非常困难的问题。 那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呢,经常圣灵会提醒我们某些事情。 那我们这个犯罪的几率会大大的降低。 那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不记得圣经所教导过的话。 那甚至是去忽略圣经所教导的话。 因此我们就得罪了神。 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十六章。 约翰福音十六章。 我们看第七节再看十三节。 第七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宝慧时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那这边就说到耶稣必须要升天。 那这样子他就可以把宝慧时派到他的门徒那边去。 我们再看十三节。 十三节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今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圣灵的运作,功用。 如果我们不知道真理的话,我们肯定会受骗。 既然圣灵已经来了。 那既然圣灵已经来了。 那就像耶稣所应许的这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那这个不是一半的真理,而是一切的真理。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一切的真理,才不会受骗。 那要完全明白一切的真理,需要圣灵的帮助。 那这个也是要看我们是否对真理有兴趣。 那如果今天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兴趣, 那我们或许已经得到圣灵很多年了。 那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没有很了解我们教会的教义。 因为我们爱真理的心不在那边。 因此我们要祈求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那不单止我们要查考圣经, 那我们要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要下功夫。 那更重要的就是祈求圣灵来保守维持我们所拥有的。 那如果今天圣灵没有帮助我们来去遵守神的话。 那没有人可以抵挡这个异端的侵入。 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抵挡这个魔鬼的武器。 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受到欺骗。 那如果我们在真理里面, 那没有任何一切的东西可以迷惑我们。 那如果真理不在心里, 那很容易的我们就会受到迷惑。 那圣灵继续地带领我们。 救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